人偶精灵们被困神秘空间 为了让姐姐平安逃出去 妹妹不惜以自己的灵魂作为代价 殊不知 她们只是游戏中被操控的傀儡 今天为大家带来 《青强卫少女》第十一话 眼前这座大钟 虽然只是舞台上的大道具 但却是真红她们 回到各自原来世界的钥匙 如果大钟能再次转动 时间将会再次流动起来 当大钟敲响之时 两个世界会有一个短暂的重叠时间 那么通往N之领域的门就会打开 但同时也会让已发生的事情 全部复原 让未发生的事情就此抹去 就是说 这是一把让世界复原的钥匙 得知大家的决定后 金丝却立马准备把这件事 告诉拧了发条的小纯 因为雪花其将的力量被削弱 现在是大家逃离这里的最好时机 然而接下来才是个大工程 要怎样才能让大钟再次转动起来 这原本就是舞台用的道具 不可能转动才对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苍金石却告诉大纯 自己可以做到 但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因为他和翠星石都是不完整的存在 只有他们两姐妹齐心协力 才能发挥出原艺师双子真正的意义 成为掌管新之术的梦之原艺师 所以必须让姐姐翠星石也醒过来 水盈灯不以为然 他觉得这不会是苍星石 想让自己归还他强威圣母的烂借口 但大纯却说了一句很赞的话 一人一个 自己的东西自己保管 停止这种无意义的姐妹纷争吧 但水盈灯却认为 爱丽丝游戏互相掠夺对方的 强威圣母本就是强威少女的宿命 就算人类为了死亡而诞生一样 但实际 苍星石的强威圣母是要给翠星石的 是水盈灯卑逼地夺走了他 看到真红为了自己与水盈灯 剑拔弩张 苍星石表示 自己在爱丽丝游戏中落败了 所以并不奢求水盈灯 能归还自己的强威圣母 但只要让大钟重新转动起来 就立马把强威圣母还给他 苍星石保证自己绝不会撒谎 但是接下来 却必须对自己的姐姐翠星石撒谎了 醒来的翠星石 看到妹妹苍星石完好无损 激动地把他抱在了怀里 得知是性格扭曲的超级坏人偶 水盈灯归还了苍星石的强威圣母 翠星石突然对他刮目相看 然而重逢的喜悦很快结束 苍星石生气地捏住翠星石的脸蛋 让他以后不准再用强威圣母救他了 翠星石只好向父亲发誓 苍星石这才作罢 之后两姐妹手牵手 等着大纯下达指令 由于大纯是苍星石的主人 所以他想做什么 想要什么 将决定他们姐妹俩的力量的倾向 因此大纯说出了自己心中 最想实现的一个愿望 就是让舞台恢复原状 让他顺利演到最后 在剪刀和水壶碰撞的瞬间 天空中瞬间绽放出 美丽耀眼的七彩光芒 在雨水及光芒的滋润下 大纯上迅速长出了新的枝条 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的气息 随后 苍星石拿出大剪刀进行修剪 大纯竟然真的开始了转动 此时的小纯正在恩之领域的世界中 到处寻找真红真正的身体 没想到在树海中迷失了方向 虽然金丝却很吵 但不在的话还挺无聊的 正这么想的时候 爱丽丝游戏的裁判兔子突然出现 表示自己可以陪他聊天姐妹 但是被小纯直接拒绝了 因为他这种人 根本不知道是站在哪边的 虽然偶尔会出手相助 但在必要的时候 却又袖手旁观 这或许是碍于他裁判的身份 不能随意干涉 尽管如此 小纯还是对他不理不睬 他必须要趁着雪花七经 注意力被转移的时候 赶紧找到真红的身体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条深深的沟壑 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兔子拿出自己的望远镜 借给小纯 他清楚地看到了 下面躺着的正是真红的身体 可是要怎么才能把他带上来呢 如果金丝雀在的话 就能用他的小羊伞轻松拿到了 话音刚落 金丝雀就撑着小羊伞出现了 可面对如此深的沟壑 身为飞天少女的金丝雀 也吓得瑟瑟发抖 此时 谷底突然出现了微弱的粉色亮光 那是除眉的人工精灵 原来 他一直在保护真红的身体 看着真红的身体被带了上来 小纯兴奋不已 而另一边 一双恐怖的眼睛 正盯着真红他们的一举一动 为了得到大纯 雪华齐精终于出手了 他使用白色藤蔓将苍兴师紧紧缠绕 试图阻止他们的计划 大纯努力爬到苍兴师身边 替他扯开了所有藤蔓 虽然 与他缔结契约是一场意外 可他的身体 却是大纯一点点组装起来的 所以 大纯还是从心底默认了他 为了让雪华齐精死心 大纯怒吼着 我不是你的主人 雪华齐精非常不解 自己明明能为大纯改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 可现在大纯已经不需要了 他曾经确实想要属于自己的人偶 但是 他知道 一味依靠别人毫无意义 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 一句 我不需要你 瞬间让雪华齐精泪流满面 他崩溃的跪在地上 发出令人恐怖的悲鸣声 随后 身体在一瞬间支离破碎了 雪华齐精死后 大纯开始有节奏地摆动起来 上方也随之出现了两根枝条 那是通往拧发条世界 和美领发条世界的路标 他们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可真红却倒下了 因为大红一旦晃动 暂停的时间又开始流动 所以身为复制品的真红 便消失了 看到这一幕的崔星石 伤心不已 水灵灯却又告诉了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按照约定 苍星石现在必须归还强威圣母 没有强威圣母的苍星石 难道要再次陷入昏迷吗 让我们下集继续